强迫症是过去身心受到创伤 遗传或者大脑缺少血清素所引起的 请问在饮食方面 可以在哪一些植物摄取到血清素 通过药物或者中药来补充 会导致怎样的副作用呢 在这里我们得必须要说一件事情 那就是说科学家们 我们并不清楚强迫症 它到底是我们的脑部哪一个地方 很准确的来说是因为这个所引起的 更何况我们来说呢 它是因为缺少血清素所引起的 所以因为我们科学家们 我们并不晓得说强迫症 它是我们脑部哪一个地方受损 所以没有办法来说 它是因为血清素减少所影响的 就像我刚才在说的 虽然我们会说呢 老年痴呆症 我们发现这一些人 DHA的含量会比较低一点点 但是并不表示着说呢 DHA它就是导致这一个人 得到了老年痴呆症 而我们只要补充DHA 老年痴呆症就会没有 没有的 我们只是在说一个完整的一个营养 它是有所影响的 所以因为我们没有办法来说 它是过去身心受到创伤 不是的 它是我们脑部 有所创伤 并不是一个精神上面而已 它不见得是一个遗传 我们到目前我们并不知道 所以更何况我们没有办法说 它是因为缺少血清素所引起的 所以我们也就不用再说是哪一些植物 能够摄取血清素 再者血清素也并不是植物 它是你自己身体分泌的一个东西的 而呢其实呢 我们每一个人 我们吃东西的时候 那么我吃下去了 你会有一种满足感 尤其吃到好吃的东西 因为为什么你吃下去了以后的话呢 那么呢你身体就会分泌出胰岛素 然后再来呢 你就会呢 胰岛素到我们脑部变成Triptophan 然后呢 它就会又发我的脑部 它会分泌出Melatonin OK Melatonin 中文好像叫做退黑激素吧 Melatonin 它会让你昏昏欲睡 然后呢 你的脑部就会分泌出血清素 OK 那这样子血清素分泌出来 你就会比较放松一点点了 OK 所以是你自己分泌的 没有办法在植物里面去摄取的 而呢你比较放松的时候 你自然而然就会分泌出这个血清素